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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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Mark段一恩 首先请Mark和他 大家好 我是大森林的Mark段一恩 Ok I'm running Co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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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听到就是老师跟我讲到说这次来北京 其实下飞机的时候穿的是短袖是不是 但是是不是从首尔飞来 是不是没想到北京会这么冷 可是我是有戴一个外套 那如果说是在冬天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是防御寒冷的方法 做事的时候 我们进进人会准备那个什么 那个热那个 啊他派啊就是暖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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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贴贴贴的还是可以拿在手上 ok 今天我们其实也准备到了暖宝宝 哦马克会把暖宝宝贴在什么位置 可不可以给我们揭摹一下 有没有 我可以上这个比一下好了 前面的那个刚刚这个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 不常见的小办法 喝温水喝温水 所以我们在中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防寒的方法 所以我们先准备了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我还神气来考一下马克就知道 ok 好 有请我们的这个导演呈上我们的重量级的武器 哇一大堆 哈哈哈哈 我们一样一样来讲好不好 这个这个应该是世界同涌对世界同涌 所以所以平常你们会常戴这种半纸的手套吗 平常不会戴 我们321摆个pose 好不好 好 321 哈哈 这个颜色你觉得怎么样 哦 这是我们的颜色 这是你们颜色 对我们粉丝的这个颜色 那很好哈今天这个颜色选对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东西 这个东西吗我已经 说实话我已经数数十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耳朵耳朵但是每个人戴法不一样 有的人会把这个这个连接的地方戴在头上 对就像戴耳机啊有的人会放在后面 啊 这个在韩国也有 哇这是什么 transform 我们mark 一下就认出了这个有一定年头的防寒审 这也有那个什么有个帽子 哦 哦 不不起来的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怎么样这还有两个耳朵 哦是不是可以是哦是可以的 你这样解话 哦 这有点动什么 哇 给我爱你 给我爱你 呃 呃 给你一个老师配一个 哈哈哈哈 给你用 蒙蒙家 给你用 OK chocomopi naccio gok sikia noko gouso an nou yu an zan n kidara 呀 哇 这是一个螃蟹 是的拍一下这是什么用 这样子这样子 嗯 嗯 哦 哎呦有什么 先暗藏 玄机有没有 哦 你知道这些什么吗 可以充电的 对这个应该是可以连着那个 插插头然后把它加热 加热以后这个就会变热吗 然后放进去 ok 然后你知道这个是怎么用的 啊 我们来看看 ok 研究一下 哇 很娴熟的动作 啊 这样子吧 哎 啊 爽哦 你把死 哈哈哈 我可以这样睡 好可以这样睡 哈哈哈 这个可以带回家了 这个可以带回家了 哈哈哈 好这个看会不会 等一下我就看会不会消失 跟着马克一起回到韩国 好这是什么 我这好大一个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 在家里 穿了一个 但是它是像浴袍一样 它它是哇 超级 我这个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好 哇哇 像哇 像 是不是很像睡觉 哈哈哈哈 这两个比较厉害了啊 这花色也是非常经典的 中国传统劳动人民的智慧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这个应该叫大棉裤 是的 这应该叫大棉裤 我没看过这个 没看过这个吗 没看过 那那如果说冬天在 在韩国你们会穿什么裤子 有一个叫什么 一体 哈哈 呃 有一个是是穿在外裤的 里面吗 对里面有一点紧紧 有一点紧紧的啊 那就应该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说 我们 世界范围内的人民的智慧 都是很厉害的 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冬天穿在里面 在家穿的吧 还是 呃 对出水 呃 年纪 可能会出门也会穿 然后上面再穿一个 类似于一样衣服的 小花啊 下面穿一个那种灰 黑色的那种棉鞋 我不要 哈哈 我们最后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设计了哈 哦这个好像回到了一九九三年 这个这个你知道他的中文名叫什么吗 叫做棉背心 哈哈 棉背心 耳化一棉背心 棉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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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试一下吗 棉背心 最近啊我也看过 我看到 很潮啊 啊那个谁 没有 ok ok 他也穿了一个类似的吗 对对他也会穿这个 哎其实这样穿上很搭 很搭 主要是还是看长成什么样 能不能 还可以吧 发挥最大功效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可是 有点小对不对 穿这个也会冷 我觉得也会冷 因为这个只是他们穿的层层衣服之间的一个 其实呢 我们中国过冬天的时候 有两样东西是非常 fashion 的 有什么 大家在冬天一定都会穿 有什么 那究竟长什么样子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让他来当模特 好 这个就是传说的 这个就是传说的 是性感的 秋枯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花 其实我也不明白啊 秋库呢 还有一个好搭档 他的名字叫做 秋一 秋一 ok 我来帮你吧 哎 哎 他头太大了 头 一座头这么大 他们头这么大 好 哎 我没有电话你也生 哇 你手也太大了 喂 这个要穿进去 穿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很紧 是吗 所以就会 哦 ok 我你已经穿好了吗 袍子穿一趟衣服 原来是这种感觉 太大了太大了 亚莱来到 有酷的部分 他尾他尾巴呢 他最后 这个孩子 哈哈哈 哈哈塞进去 塞进去 开心 ok 好了好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脚 脚也不能动着 来 这个给你 好 给我 哇今天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哇你为什么把这边穿的这么好 我不服 没关系 我没关系 ok 给他展示一下 一只不怕冷的豹子诞生啊 哇哟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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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让 我那可以怕他冷 对 不要冷 不要不要搞冒 ok 好 哇好吵 今年 其实这样穿海秋衣秋裤之后 是有一个方式方法让这个保暖性做到更好 能不能猜到 有什么啊 就这一只泡子 不是上下打 有什么 好 那我来揭秘一下哈 我们会把 秋衣扎进秋衣扎进秋裤里 这个 袜子 没错 纸衣反 袜子 一样吧 纸衣反 白白白的帽子 我骗你了 好 哈哈哈 哈哈哈 完美啊 啊 我们刚才给马克 展示了很多 我们冬天在北京会用到的这个着装 这些东西 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 如果把他们送给你 go 7 的兄弟们 会把哪一件送给谁 他们会穿 我觉得 他会可能会样 这个是吗 哦 这个可以送给 呃 对 you get okay 为什么 因为快到他生日了 哦 哈哈哈 原来生日礼物 那其他成员暂时不想送他们是吧 对 以后 呃 等他们生日 才会送 好 哈哈哈 刚才说到礼物 你知道吗 我们也给马克准备 哈哈哈 一盒礼物 看我这个可怕的笑容 就知道 打人组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马克 这是送给 your present 送给我的 给大家 哈哈哈 是这个吗 展示一下看是什么 哇 哇 这个好经典的嘞 mark in 2018 最潮款 秋一 我几几次可以唱这个 其实我们讲到的是物理保暖嘛 那很多时候其实心里暖才是更温暖的一件事情 怎么样 我们会觉得心里很暖的 就是说一些很温柔的很甜蜜的话 很甜蜜的话 对不对 土味 土味情况 情况 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啊 那我今天这边导演也准备了一句话 那这样吧 我说给mark 听 然后mark 重复给苗宝宝们听 好吗 好 好 我们来玩 我们来玩 一二三 一二 一二三 木头 人 人吧 啊 我认输 我认输 对 我认输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心动了 我们来玩一二三 一二三 我什么 一二三 一二三 木头人 啊我输了 因为我心动了 贴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看我的叔叔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有趣 就是你说 啊 我要去环游世界了 我要去 环游世界了 对 然后他说 好呀 就围着他走一圈 然后对他说 好了 我环游完世界了 就是他就是你的全世界 哦 哦 so sweet so sweet ok 这就是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游戏 其实就是土味进化 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可以 你要你要来一天吗 不要不要 你要来一天吗 不要不要 哈哈哈 哈哈哈 那其实我们这次 呃 约马 也是因为想跟大家聊一聊 冬天里的趣事之外呢 其实更多的是想看到 马在音乐和 工作上面的一些成绩嘛 这次也有 新生期 嗯 同时有一首自己的solo 对对对对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 我这首歌是叫 OMW 是 是 on my way 然后就 我写的这首歌就是说 我的故事 就是说我还知道我的实力 还不够 我在走这条路 嗯 是往 呃 成功的这条路 然后我会一直努力 一直走到 我成功 对 然后其实我也有看 这首歌的MV 对对对 然后整个MV的这个感觉 其实色彩啊 还有包括视觉的冲击都很棒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冬天吧 对啊 既然在冬天呢 我们也想请马克给大家推荐一首 有关于冬天的歌曲 或者是关于一部冬天的电影 有什么推荐大家在冬天里 来这个收听收看的吗 冬天的时候那一定要看那个 我不知道是叫什么 英文是 Home Alone Home Alone 忘记了 是不是有好几部 对有好几部的 啊小鬼当家 大概 对对对对 OK 这个一定要看 Woo 冬天的时候一定要看 那音乐呢 O.M.W. 哈哈哈 听O.M.W.也好 OK 可是我们Goth7的歌 有一个叫 嗯 Confession Song OK 对这个 为什么特别推荐这一首 就声音 嗯 很适合Christmas 就 哦 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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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以为你电影 也会推荐和Christmas有关的 那其实 马尔刚才推荐了 私心啊 推荐了一首Goth7的歌 同时也给大家推荐了这个 小鬼当家 大家在冬天当中也可以去看一下 是 那最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要给到Mark 就是我们的节目叫做月见大牌 月见大牌 是 你知道月见大牌是什么意思吗 月 月见大牌是什么 因为月它既可能是很开心 又可能是音乐的意思 然后见就是对见面 见面 然后大牌就Superstar 就是Mark 哈哈 那我们给到Mark的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四个字 就是说四句话把它连成一个小的 小的 哇哦 要第一个字 对第一个字 最好是啊 如果有难度可以 调整 越来越棒 越来 越来越漂亮 ok 好 越来越漂亮的 越来越漂亮的 鸟宝宝们 见见到你们很开心 见到你们很开心 还有什么 还有大 大 大家 大家 一直 支持 支持我 哇 这个有排 还有点难第一个字 什么都可以吧 可以 排骨汤很好了 哦 这个好 哦 越来越漂亮的 鸟宝宝们 见到你们很开心 大家 一直支持我 哇 排骨汤很好了 刚才说到的是冬天我们需要一些温暖 其实很多时候 食物 会让我们更加温暖 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呢 也是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必须要做的事情 今天我们导演组很有心 准备了北京的一些 特特色的小吃 请马来鉴赏一番 有请导演上美食 我们面前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北京小吃 哇 那个马克你知道什么都是什么吗 这个刚才是什么牛肉面 牛肉面这个一起吗 诶 这是炸酱面 这个和这个一起 这样子 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吗 这好像红豆 是 红豆糕 真的吗 这个是什么 啊不知道 就是豌豆 你知道什么豌豆吗 不是不是 一种豆 有个豆 对豌豆黄 啊有黄色的吗 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吧 就是口感也差不多 只是他们不同的豆子 这个是糖醋里肌啊 嗯糖和醋你知道吧 知道 那里肌你知道什么吗 鸡 no 里肌是猪肉 哈哈哈 猪肉的一个一个味道 好 这个是什么 啊 嗯 我也不知道 好 他是 炸萝卜丸子 啊 萝卜 萝卜的 萝卜丸子 OK 这个这个比较厉害了 这个叫做 我刚刚以为是牛肉 不是牛肉 豆腐吗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那个肉的 反正有一点辣的 应该有一点点 我我喜欢香菜 好 你喜欢香菜吗 好 那我们你想先吃哪个 这个是一个秘密武器 哦 这个这个有这个不知道你受不受得了所以他还盖着盖子 这个是豆汁 豆什么 豆汁 豆汁 对 闻一下 哦 有吗 有点大 要盖起来吗 里面是什么 我可以我可以站着 OK啊 看一下好 所以你第一个就要吃这个 一种汤类似的 瘦得凉吗 还不太知道现在 好还不太知道好 哇 所以这么多我们马上就想 就想先吃哪一个 就想吃哪一个 啊 我想吃吃看 哇 红豆糕的 对 来来来 小心 你先尝一下 口感怎么样 就像红豆一样 就像红豆 就是红豆 我们我们会做 包子 你想要包子吗 包子 嗯包子 包子里面会 包子里面会是这个 对对对就是甜的 然后冬天热热的吃这个就会很很暖 嗯还有红豆汤呢 嗯我喜欢红豆汤 这个大概它的口感是相似的 只不过它是另一种豆 豌豆 豌豆 嗯 你觉得你口感比较好 嗯这个吗 嗯 这个这个 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好吃是吧 好 尝一下那个 咸的食品吧 挑挑一两个吧 嗯 我想吃 试试看 这个还有这个我想吃 那这两个吧 这是卤煮 它里面应该有豆腐有肠 肠 肠是肠是 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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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好 嗯 真假的 我 你不喜欢吗 我平常是不吃这个的 那最后尝这个吧 这个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东西 对 我大概也是第一次吃这个 好一起一起 来三二一 哇这么硬的吗 你觉得怎么样 这没什么味道 没什么味道 好那刚才马可尝了我们的这个 红豆 还有这个豌豆黄 还有 谷煮和灌肠 这还不错 好 看来你最喜欢这个是不是 嗯 这个是肠吗 试试看吧 好 哇 你要来点香菜哦 嗯 嗯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没有奇怪的味道 哇 那如果这四个让你打一个分你会挺排 我觉得这个 是比较就小吃的 小吃 就 嗯嗯嗯嗯 这个是主食 嗯这个两个 ok 这两个你肯定更喜欢这个是 嗯 然后你喜欢这两个选这个 这个可以跟饭一起吃 好 好 那嗯 其他的我们接下来就是下来再请这个 马克品尝 好 今天非常谢谢马克能和我们一起来 那我们这些 谢谢谢谢 北京的小吃 然后同时呢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请马克 有没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想对QQ音乐的朋友和 嗯 然后我们说的话送给大家 然后今天啊 是我 啊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 啊来QQ音乐 是 然后见大家的所以啊 很高兴可以再来见大家 嗯 以后有机会 机会的话 我想再 再来 哎 真的很调皮了 想再 见大家 所以啊 一直支持啊 断言 嗯 然后我会多多来见大家 好 谢谢马克 谢谢 谢谢 拜拜